能不能再说一下病病果实 病病果实 其实在毒Q的能力爆出之前 我们瞎猜过一步吗 可能是和厄运相关的 能传染的一种能力 结果爆出果实能力之后 它确实有传染的能力 但名字是明确的病病果实 而且很有趣啊 伟天展示的毒Q的病病果实的 这个 依次重视亮相的这个能力 竟然是让罗一伙变成女生 其实还是蛮仁慈的啊 就是你要打败这个对手 你只把它变成女生 感到变成女生它的这个基础战力会变弱 但除此之外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波福利啊 罗的福利 除此之外 其实没有对这个对手本身造成其他的伤害 这还挺有趣的 我好奇的是 它还有其他和病相关的其他能力吗 如果是一个让对手真正像中毒一样 或者是患感冒一样 严重感冒那种病的话 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是具有传染性的 所以说毒Q的能力 虽然在目前来看 好像是像荷尔蒙的加强版 但是它肯定还是会存在 除了让对手变女生之外 变性之外的其他能力的 还是很可怕的 到目前为止啊 它的这个能力已经被罗用霸气破解了 但是啊 就像毒Q自己补充的 你只用霸气在自己的层面 破解了我这个能力 但是你还是具备传染性 其他没有抗体的 你的队友 你的传言 也会受到你的感染 所以说它这个传染性 还是挺可怕的 毒Q的并并果实能力 谢谢你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